英国QS教育机构公布了全球最佳的留学城市排名 来看看台北比去年上升了三名 排名是第十七 在亚洲仅次于东京首尔跟香港排名第四 而上榜的理由包括了城市拥有多样性 而对于外国游客也是很友善的 另外还包括了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内容 另外新竹排名第68上榜原因是因为悠闲又临近竹科园区 而雇主的活跃度也就是工作机会 成为了吸引留学生来台念书的关键 留学生逛夜市爱上台湾美食 不管是体验异国文化还是学语言 台湾每年都吸引不少外国留学生来台念书 还登上英国QS教育机构公布的 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排行榜 前三名分别为英国伦敦 日本东京和澳洲墨尔本 而台北排名第17比去年上升3名 邻近国家只落后日韩及香港 在亚洲排名第4 而新竹也上榜排名第68 比去年上升5名 第一个是很安全然后又便宜吧 就可能钱包掉然后过一两天还找得到 应该是交通便利行吧 就是捷运系统的整个都还蛮方便 调查指出台北会成为最佳留学城市之一 主要是因为城市混合了现代和传统文化 学费也相对便宜 最重要的是对外国旅客很友好 台北的大部分的人都很好 我有一个朋友是日本人 然后他对台湾印象就是很有散 而新竹则是比较适合喜欢悠闲城市的学生 另外雇主活跃度及邻近竹科工业园区 也为新竹大大加分 台北新竹排名提升 将鼓励全球更多学生来台留学 促进教育环境朝国际化方向迈进 这路由李敏佳台北到 这路由李敏佳台北到